好,大家好,今天的專輯有一點特別 很想和大家分享關於1729這首成風成全的《Make Some Noise》的英文歌 其實它背後有什麼影響了我去填這個歌詞 其實背後也有一些爸爸對於我的教導、方向 也都我很想藉著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出來 好了,事不宜遲,開始的時候想和大家分享 其實究竟《Make Some Noise》這首歌 其實我怎樣有一個創作的概念呢? 是想填關於小獅子的一個納字 好像一個小獅子的主題曲的形式去帶出這個訊息的呢? 其實很深刻,當時一聽到《成風成全》 在《Praise and Worship》主日的靈禮詩當中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很鮮明就是《成風成全》就是歌名的這句 為什麼這麼深刻呢?因為可以說 《成風成全》我們真的承接了爸爸的恩公 我們真的整班小獅子都好像在天空當中 和牧師和一眾的領袖一起去迎接神給我們的使命 沒錯,也是因為小獅子其實我們按著牧師給我們的方向 我們才可以有今時今日的成功和今時今日的方向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在英文歌的填字方面 去填到關於小獅子和大獅子之間的關係 那個恩公的連繫 而第二點,很深刻有一句就是 恆常背重詩篇針言 大家都會知道,其實詩篇和針言分別都是大獅子和小獅子的製作 一個就是所羅門所寫的針言,一個就是大衛所寫的詩篇 所以當我聽到這句歌詞的時候,就會很深刻 其實大獅子和小獅子正如爸爸經常會說 其實我們都有屬於我們自己的心路歷程 我們自己信用上的考驗 而大獅子經歷過的事情,小獅子沒有經歷過 但同樣是小獅子所經歷,大獅子也是沒有經歷過的 所以在這句歌詞裡,我就很深刻 我覺得其實小獅子面對著我們今年要面對的考驗當中 其實都有我們屬於我們要去面對的考驗 挑戰,以及我們要去決定,我們要去立志的事情 所以可以說這兩大點,就引導我 很想透過《成風成傳》這首歌 填到是一個好像小獅子的主題曲 去和應爸爸這段時間在在主日訊息 擔佈關於小獅子需要去執行的使命 大家可能都會問,為何歌名會改成《Make some noise》 大家可能一聽這首歌的時候 都會覺得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在當中,就好像一個主題音樂 因為大家聽到《Make some noise》這句說話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句很黏症,或者一句 你是不是自不自語說 其實不是的,是你真是一個很勇敢 很勇躍,很熱切的一句宣告 《Make some noise》是很有衝勁去說出這句說話 沒錯,所以當我填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會想,其實有甚麼字眼可以引發小獅子們 一同和牧師能夠同心 自己在日常生活裡面 缺乏了家序、聚會 甚至在科林活動當中 其實小獅子怎麼可以保留這一種衝勁 對信仰的延似當中 《Make some noise》這句說話 就突然浮現了在我的腦袋裡面 就是當我們去說出 我們要為神去《Make some noise》 我們要圍著我們的使命 圍著我們要完成 去完整我們的使命的時候 我們要去《Make some noise》 我們要努力的時候 這句說話我覺得很自然 大家一聽下去 甚至可能你們自己都會 跟著這首《Make some noise》的時候 其實這句說話真的會引發大家 在信仰路上一同為神發聲 一同為神去努力 去盡心、盡而盡勝 去完成我們的部分 所以沒錯 其實這句說話 可以說代表這首歌 就是小獅子一個納字的歌曲 也是一首小獅子 他們努力侍奉 他們為神盡拼的一首主題 音樂主題曲 我相信聽完這兩點 大家也會更深入去明白 其實在《Back to the Music》的發展 甚至這首歌為例 其實每一個部分 都是為了讓頂之梅 更加能夠和牧師同心 能夠和牧師這個恩高的來源 我們有個直接的connection 透過《Make some noise》這首歌曲 也都鼓勵小獅子 和《Back to the Music》聽眾的好朋友們 都可以再重聽這首歌 再享受當中所帶來的氣氛 而一同繼續和牧師 在這條信仰路上去同心 所以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點點《1729》的意境 我如何得到這首歌的創作概念 這個靈感是如何來的 其實都是來自我們和牧師 同心一起完成 小獅子和大獅子的使命 好了 今次就講到這麼多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